有一个问题 就是长得没犯法吗 虽然不犯法 法律管不了这些 但是不道德 大家好 我是罗翔 李大人找过我好多次 说罗翔老师 你来吧 我们都想让您来讲一讲 我说我不会搞笑 我是做普法教育的 李大人激动地对我说 那您更得来了 我想了想 还是来吧 毕竟脱口秀 也不是法外之地 果然我来了之后啊 李大人问了我一个 员工解约的问题 朱一旦呢 问了我一个合伙人退出的问题 张雨琪呢 问了我一个理定婚前财产协议的问题 一下子把我给问懵了 我说我是教刑法的 我哪懂这些呀 在座的呢 我最怕钟美美 因为我是老师啊 我怕她学我说话 钟美美要是掌握我说话的精髓 那很可怕呀 她在家写作业 都很可能跟她爸妈说 强迫未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熬夜写作业 知道这属于什么吗 属于什么 属于雇佣同工从事危重劳动罪 说实话 我真不知道钟美美这样的童心 属不属于同工 2020年啊 对我来说是非常神奇的一年 突然呢 就进入到一个全民网课的时代 有人啊 把我在后大讲课的视频搬到了B站 很快呢 就有一千万粉丝 我真的没想到 大家最喜欢的网课 居然是刑法课 但是有没有学以致用啊 就不知道了 我曾经被一个疯狂的同学 骑着自行车 追了两条街 他大喊着 张三老师 他的法律课都会举一个例子 叫张三 就所有的罪都是张三 那样都是好爱狂独张三 你的课我都听过 给我个签名吧 我说同学 这里是北京二环 你的时数已经超过了40麦 是二环平均时数的十倍 你回答我 你属于危险驾驶吗 他没有回答 他回家了 这就是学刑法最崩溃的时刻 就是这个问题 老师明明讲过 你还笑过 但是你就不知道怎么做 上网课是个好事 但有些同学呢 急于求成 就变得焦躁起来 很多人沉迷于寻找 独立的意义和价值 渴望跟人类伟大的传承相隔绝 于是幻想着进入到一个黄金时代 结果 却掉进了一个粘坑 这话不是我说的 我也说不出来 这话谁说的 谁说的 鲁迅吗 这是奥迅亚说的 有个同学听了说 奥迅亚说的没错 所以说人呢 还是应该多看书 少上网 我时常告诫自己 罗响 你唯一能沉迷的网 就是罚网 我暂时退出微博了 因为老爱骂呀 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说明虚荣是有代价的 有句话就是写给我的 荣誉是有限的 只有德行才是永恒的 这句话要时刻放在心里 但千万不要发到网上 所以朋友也劝我 你别老发那些高深的东西 你发自拍呀 就我这个颜值发自拍 虽然不违法 但是也有一点不到的 除非我用欧帕瑞乐舞 幻彩人像视频美颜 无论是自拍还是视频 都能美出自己的特色 美得出其不意 你们想看吗 算了 算了 我就不发了 我怕我的肖像权 请犯到你们 今天来了 不能白来 还是给大家讲点 刑法学术概念吧 区别几个 基本的刑法概念 假如有一天 李旦给杨幂讲了一个段子 杨幂没有笑 李旦属于搞笑忌谁 还是为谁呢 很明显 搞笑为谁 要是杨幂在李旦讲之前跑了 杨幂属于啥 属于紧急避险 李旦又想给张雨琪讲段子 张雨琪在他讲之前打了他一顿 张雨琪构成什么样 构成什么样 构成正当防备 特别合适 李旦看张雨琪惹不起 说服王建国去给张雨琪讲谐音梗 这属于什么 属于什么 属于教说搞笑 后来王建国制守 检举揭发了李旦 由于他们俩是共犯 这个应该怎么判 凭借你们朴素的情感 哪个应该判得更重 肯定是李旦 因为他是主犯 而且看起来就很坏 所以最后要怎么判 判处王建国 没收搞笑工具 李旦 剥夺搞笑权利终身 其实我个人觉得 人们本身不需要谱法 因为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 如果一个人标板自己 遵纪守法 这个人完全有可能是人渣 今天这个反跨联网会 他们让我展望一下2021 我是一个理性的人 每一年都会有糟心事 不过我相信 效果文化会越来越好 只要他们遵纪守法 谢谢大家 我是罗翔 好 虽然留步 有一个问题 就是长得没犯法吗 虽然不犯法 法律管不了这些 但是不道德 谢谢 谢谢 谢谢